歡迎大家收聽《無極限地帶》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Amika 《無極限地帶》是什麼呢? 在講《無極限地帶》之前 其實我也這麼說 除了我今天是Amika之外 我有一個朋友 她叫加菲 就會跟我一起談 關於今天小小的題目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好 我是加菲 我想上來學一下 你究竟什麼叫《無極限地帶》 Amika又可以什麼分享給我呢? 我也想聽一下 好 多謝你 加菲 首先《無極限地帶》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裡 我希望作為一個平台 可以介紹很多不同的資訊 方法和思維 讓各位去跳出我們一貫的枷鎖 簡單地說 大家香港人會覺得 越來越困住了 好像向左走又不行 向右不不行 我沒有幾百萬買不到樓 接著特首又不是我選擇的 究竟我可以選擇什麼呢? 好像每樣東西都盔住了 困住了 無路走 其實我希望透過這個平台 就可以讓大家知道多一點 少許的資訊 其實我們不是所想的 我心中想的 這麼不堪 困住自己 其實加菲和我 大家都共識了一段時間 大家都是一個熟朋友 其實他都會知道 我平時說很多很多這些資訊 而我自己個人 我都是好像大家 好像一個打工仔 其實我有其他工作的 但是我都很想 我最喜歡就是和別人分享一些好東西 分享一些好東西 我很希望透過這個平台 就是分享一些好東西 大家沒有留意的好東西給大家 知道去發掘你們自己的好東西 因為每個人其實都是無限的 根本就不是我們想 我們要有六百萬的樓 或者要有一個高富稅的老公 又或者怎樣怎樣 才是一個很好的人生 所以這就是我們無記下地帶的宗旨 現在接下來就告訴我 究竟如果我沒有高富稅的老公 沒有幾百萬多樓 那怎麼辦 其實我們每個人 都是一個寶藏 然後你可能說 不是 我每個月窮到褲都穿洞 月尾沒有錢的戶口 我怎樣會是一個無限的保障 就是我以下會介紹一個辦法 就是大家聽了之後 看看可不可以去慢慢發掘 你們自己的寶藏出來 那我想大家都聽過一個樣東西 其實它Hit過一段時間 很Hit的 就叫做吸引力法則 或者宇宙下訂單 或者很簡單 過年生日 你最喜歡捉人家 當然心想事成 你說的那樣像 昨天生果報出的那段新聞 是的 那關於什麼新聞 你先說來聽聽 他在說一個叫做Mindful Meditation 的東西 一個 一個 郭知 是的 郭知 他說有一間大學做了一個研究 如果透過去了解這個郭知 練習這個郭知 就會令到你個人容易些達成到願望 是不是這些東西 相類似 講的二 那應該是做呢 做 你都聽過 可能大家聽過的秘密本書 或者類似的東西 是說回 你們其實想的那樣東西 其實就會達成的了 那問題是否真的 這麼簡單 這個世界有沒有這麼笨的東西 其實每個人都是李嘉誠 那我們根本不用做 對不對 那我應該也有個高負水的老公 你老公也OK的 這樣 其實吸引理法則說的東西是對的 而我們 或者我背景說些什麼叫吸引理法則 可能大家聽過 但又忘記了是什麼 其實他的理念其實很簡單 我們每一個人都其實很厲害 power很厲害 其實我們只要去誠心去想一件事 或者想達成一個願望 或者所有東西 其實這個宇宙 會無限量支持我們 那只要你真心地去下訂單 好像去酒樓吃東西 下訂單 那些東西其實就會回來了 那問題是 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 因為就是 你有沒有試過這個吸引理法則 你覺得怎樣 加菲 有時候有些人是很矛盾的 我當然是想這樣做 但是我又覺得自己不行 但是去到頭 到頭來都不行 所以人就覺得頭頭碰著黑 硬是那些東西就不是順頭順路 所以就是 怎樣可以跳出這個死胡同呢 就是這個一個框框 其實這樣說 其實昨天報紙也有說過 其實有一個小小的調查 很簡單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program 基本上一個程式 其實可能50%我們的思想 或者叫我們的意識 意識就是什麼呢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意識的 加菲你的意識 跟我的意識都不同 那意識就是代表你 看事物的角度 出發 想法 而這個意識很多時候 就是根據你的 爸爸媽媽那些東西 其實已經佔了一半 影響了你的意識的流向 接著再10%就是外來的環境 40%才是自己的 那性格有沒有關係呢 如果我是一個很悲觀的人 那會不會令到我 總是頭頭碰著黑 當然會 因為為什麼 其實這樣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量子物理學 其實不要說到這麼深 我們不是上一間物理課 其實量子的意思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 層層關係著連繫著 而你的氣場 或者你的思想 你的意識 都是包括你的思想 行為 所有東西在裏面 你的情緒都包括在裏面 當你如果是很悲觀的 或者不要這樣說 或者你爸爸媽媽 你爺爺媽媽 每個人都是很謹慎的人 就是我先遇到壞 所有東西都是 那習慣上 你可能都繼承了很大部分 這個情緒 就是一件事都很擔心 而擔心這個情緒 其實是一個能量 基本上我現在在說話 在想話 人在罵人 或者在罵誰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一個能量的表達 如果你是在一個很負面的情緒 很擔心的情緒 它的能量子數是低的 其實每件事都是同性相拒 異性相級 那好像說 爲什麽會說 你很容易黏著 小時候媽媽說 你黏著壞人 就是物語類罪 物語類罪 其實就是這樣 如果我想讀書厲害 那我就要跟一個 跟一些讀書厲害的人一起 那如果我想學壞 當然是找一些壞人一起 那又看你能不能關到他們的東西 可能你跟讀書厲害的人 你跟他不對 大家合不來 那其實你們的能量 切合點兩個的能量長 其實可能不是很對的 但是反過來 你跟那個壞 學壞的同學 那又很煩 那又很煩 其實你的能量和他 是OK的 大家行不接到 但是同樣地 如果你是很悲觀 反過來 你吸 你就好像磁石一樣 大家吸吸吸吸吸吸 吸些什麽回來 如果你是很悲觀 唉 我搭車又會搭不到車 走出街又怕被人打荷包 那你慢慢地 你便會吸引這些能量給你 就算你用吸引力發生 我早上起床 我今天要賺一百萬 但是之後轉頭 你就會說 哪有這麽好彩啊 我又這又這又老 我從來未試過這麽幸福 這樣你便會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即是跟你說 換句話說 我首先要調整我自己的思維意識 從而影響我的行為 是不是這麽意思呢 是這麽意思 但是可以適合一半 因為我們潛意識 其實是佔了我們 控制我們的行徑 可能是70% 顯意識 即是我現在跟你說 大家清醒在說話 在想話 其實只是三至四成 而你的潛意識裏面包含著 你小時候花學校有沒有被先生打 或者你小時候有沒有被姐姐罵 或者媽媽叫你 這麽不行 這麽不行 這麽其實就是一個計劃 設在你裏 現在我是說 怎樣突破這個計劃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譬如你說 曾俊華可能都覺得自己 當然他覺得自己可以 會選到特首先出來選 但是轉到可以嗎 就是 又真是壞了 那為什麽呢 其實沒有人知道原因的 實際上 會不會是他自己本身 他有個勇字當頭去選 但是問題會不會 心底裏面 筋底裏面 其實他自己都有把小聲音 有些懷疑 有些懷疑自己不行 而他這個懷疑 可能就會是 慢慢顯現了在他的實相 接著你就要問我 喂 我很矛盾 我的腦想得 但我的潛意識不行 那怎樣 那樣樣都不行 其實實行這個吸引力法則 最重要的是什麽呢 相信 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 就算地下有100萬劑 你都不敢去收拾 因為你怕會有鏡頭拍著我 之前跌錢在街上 那些人 不是告人敢去收拾 為什麽 待會你抓了我怎麼辦 你會有很多懷疑 換句話說 有機會 我都不敢去嘗試 是 是 因為我從來都不相信我自己 是 從來都不相信我自己 例如 我給你一個很好的例子 例如我去年自己出來做生意 那我的腦說可以 真的可以 喂 你了 但原來我的潛意識 顯現出來 我覺得自己不行 最後我是沒有客 去年我用了幾個月的時間 去料理我這件事情 但其實沒所謂的 這些所有不同的經驗 都去告訴你 喂 你查實 你的level去到哪裏 你有什麽要調控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不是說我有這個潛意識 就成世都注定是這樣 你可以去改 即是我有一個學習的程序 可以令到我 由不行 變成好自得 跟著再好多些 跟著就變成成功 是否這個意思 你真是聰明 其實我有小小的提示給大家 如果真的想實行一些事情 不如這樣 你們先試一些小事情 我不是說宇宙會去量一下 你那樣東西 是否重要 易不易做先給你 小事情的意思就是 你自己的抗衡性 沒有這麽大 你覺得不行 這東西是少了 譬如很簡單 我開始練吸引力法則 那時候我是練 喂 早上叫到車上班 牢牢唱通 又或者我要坐的士 那輛有的士在前面 沒有人的 沒有人讓我上車 那你慢慢的 又真是活動 為什麽那些活動呢 不是說宇宙去選擇打接 而是說 你沒有抗衡性 你自己不會懷疑自己 行不行 那你做一下做一下 之後 活動 那不如再試一下其他東西 那你這件事就會容易些實行 那你覺得怎樣 你有沒有些事想做 或者我和你有個case study 看看大家如何活動 我其實就是想有些小生意 看看可不可以變成一個穩定的生意 或者一個穩定的現金流 但大家都在這裏嘗試選 好了 那有個case study 你覺得這個穩定的生意 我當你時空轉移 你已經去到這個時間裏面 你已經是run這個生意 得到你所想的成功了 是客人呀 什麽都有了 這件事帶給你什麽 基本的收入 即基本的生活 不是這些物質上的東西 我要說你的情緒 帶給你什麽情緒 如果生活安定 那自然你的人就沒有那麽熟 沒有那麽熟 你自然可以想其他東西 例如說 不要說那麽同臭的東西 那我可不可以花多些時間 對多些家人 照顧一下自己的興趣 又或者想一些新的路向呢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經驗 我和你講比較飄的東西 不要和我那麽純粹 那麽純粹 那麽純粹 譬如這個生意 可以帶給你開心 滿足 都有成功感的 熱誠 好像照大兒子一樣 那麽你都會有成功感的 我現在要你feel一下 你得到這個生意之後 你感覺有什麽情緒 患得患失 初初做當然是患得患失 但你做完之後 有些懷疑自己 你去到那個成功點 你所說的成功點 你覺得你有什麽情緒 你會feel到有什麽情緒 開心 開心 開心很重要 開心很重要 除了開心之外 可不可以給我兩個情緒 有滿足感 有滿足感 還有就是有些自豪感 充滿力量 你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我又要快調整你這句話 不可能 又顯現到你的潛意識裡面 有個想法 就是懷疑自己的能力 懷疑宇宙對你的態度 夠不夠疼你 這兩件事是不用懷疑的 要先說一下 因為你沒有介意 這個情況就是 但是你又突顯了 有些東西 暗底暗了在底 其實沒有表現出來 那麽大的 我們是人來的 我命 所以當它出現的時候 我們要慢慢察覺到它 和它做個朋友 先說一下這三個情緒 你幻想你的店 會不會有些幻想 很多客人來找你的時候 你有沒有這個影像出來 就是說 那些客人來來往往 你有沒有一個影像 是你的店舖生意很好 這個情況 都有幻想一下 有幻想一下 有沒有顏色 沒有 純粹幻想 其實吸引力法 其實很過癮 就是你 應該這樣說 其實情緒 或者這個感覺 是一個導線 一個牽引 一條線來的 是可以將你 拉到你想要的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很平面這樣說 只是說 我要生意好 是不是幾句搞定 但是你就沒有這個片面 和你沒有投入感情下去 感情是一個很重要的能量 即是無論你是開心不開心 這件事其實就是 一個好像電力這樣 一個電流 去charge你要的東西 所以這個charge up 你要你要的東西 其實很重要 所以我不斷這樣 去問你 你究竟要感覺些什麼 感覺是很重要 記住這個感覺 記住這個生意的感覺 第一 我要提醒你 你信不信任 你會得到這個 這件事先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什麼都不信 那就什麼都沒有了 首先我要調整我心態 你覺得我做的事應該先 不是應該 一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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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另一件事要調整你的說話 就是剛才我也調整 不要這麼多不肯定性 是的 是這樣的意思 亦都代表了 你不信這件事 如果你都不信 即是我有懷疑我自己 你有懷疑 宇宙或者所有東西 任何神都好 我怎樣派醜給你 我怎樣派東西給你 或者你怎樣罵你的東西回來 而你覺得自己不行 我給你也不行 所以這三件事 第一就是 你自己要肯定自己得到這件事 當你心裏面可能覺得 不行的 但麻煩你慢慢調控到 就是調控一下 真的你由兩成訊 變成四成訊 或者六成訊 也好 第二就是 你想要的東西 帶給你什麼感覺 這件事很重要 你如果可以盡量維持 好像精神錯亂 你們說我是不是瘋 但你就要想到 那件事真的達成了 給你什麼感覺 你盡量每天調控一下 這個感覺 即使你看這些笑片 很開心 是否帶給你開心的感覺 反過來 但人是很矛盾的 我今天覺得我想開心 但其實 我坐在那裡仇緊 我可以告訴你 香港有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感覺 正常我把口說 我努力向上發憤 但其實 我買機票明天去日本玩 努力發憤無所謂 玩更加好 其實就是 就是 其實開心是很簡單 但問題是 你如何去坨渐回這個情緒 人是正常有負面情緒 這是正的 但當你有負面之後 你可不可以 Dipleness emperor可以過去正面 即是沒問題 你的情緒會上順下落 问题是你怎样记得这个感觉 还有影像 每一天花五分钟的时间 三分钟来 去想一下你生意成功的那个影像 如果你的影像里面包含着 刚才我说的感觉 颜色 声音 所有的影像越丰富 在你的脑内 其实我们的脑就好像天线 你发射出去给宇宙其他东西的信息 就会吸引这件事给你 这两件事其实是很重要 令到你想要的结果在你身上 还有第三件事就是我们不要局限自己 可能你会觉得这一刻 我生意成功就已经是我要的东西 但反过来宇宙给你的东西永远是有多无少的 你不要相信你只是值得这个境界 所以我希望生意成功之外 有些更好的东西 麻烦你继续给我 我愿意去收这件事 这三件事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大把客人多到我都知不知 你可不可以每一天这样说呢 很忙的订单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你就慢慢这样去 调整你的气场 去接连你想要的结果 这才是吸引力法则的精髓 如果你坐在那里说两句 砖头有致怨致怨 说两句就有致怨致怨 那这些东西当然不会有效 第一我不知道接你什么命令 你这一刻跟我说你很行 下一刻跟我说我黑食 下一刻这个突然间又很行 那你来来往往其实很飘忽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还有是有信心 那不要想着明天我的生意 马上就会飞飞了 那你要给些时间或者去骂 因为每个人快慢都不同 换句话说 我要和这个宇宙签张合同 我要定清楚我要什么 我的范围是什么 我想要什么 结果是什么 最重要是从这件事 你得到什么感觉 你不要局限结果 因为我们这一刻的家庭 你今天á Lessize 的 不会很开心 我想的事情比较负面 我设个level 可能是 preliminary gaming 像手机那样一样 Babel 3 但是我明天用他手投赞 不要管我把2000多 этиtones 我的level又高了 变成5 level 5 对我要的东西又不太риз постоянно 你黑黑level都不太命 你可以在镜丹 maneira 达性 比我要的东西更加好 去完全被generation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不可以局限宇宙給什麼 明白 例如我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我去年未說做自己的生意不行 那我就找工作了 那我就設定了一個很簡單的規矩 我要多少錢工 類似什麼你給我就可以了 但聽這些好像不是很難 是 不是很難 但其實又不是 人也很矛盾 是呀 那你最後找到工作 我兩三個星期就馬上找到工作了 人工都是我想要的更多 但這個訂單很簡單 我沒有懷疑 我相信它一定會給我 類似這些類似的東西 例如我很簡單 隨意的訂單就是什麼 有一天我乘地鐵 如果每次乘地鐵有位置坐就行了 正啦 不是關我做 不是關我做 從此以後我發現每次乘地鐵 就算坐沒有人 前面的人可能都會走 而我又真的不用關我做 給一些老人家需要的人 我真的有位置坐 剛才我來也是這樣 那好像聽下去很簡單 只要不懷疑 其實你沒有東西是不行 只要是不懷疑 懷疑這個功力也是十分之大 其實你要什麼東西都可以 但一落了懷疑 那就可以死定了 反過來就會是這樣 還有記住 你得到你的小恩小惠 你記得要是多謝 要不要多謝 先點多謝法 你要告訴我 多謝例如我要捐錢給慈善機構 還是我要多謝我的客人 多謝 客人當然要多謝 很簡單 不知道在哪裡得到什麼幫助 總之我又有位置坐 我靜靜小聲地多謝 多謝什麼都好 多謝有兩個因素可以幫到大家 第一就是你認同 你得到這個幫助 我感恩這件事 我打了卡 我知道了 你給了好東西 我知道了 收到 收到 收到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你提升自己的情緒 剛才我跟你說 情緒也等於頻率 也等於能量 能量有高有低 能量的意思就是 可以是快的能量 或者慢的能量 高的能量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 不是正向思維 就是開心 感恩 滿足 低的能量就是抱怨 擔心 恐懼 我們人兩邊都會有 但問題是 你專注在哪邊 所以你感謝 就給了這兩樣好東西給你 高能量 吸引更好的東西 打卡 收到了 再來 多些禮物收 多謝多謝 這樣就 然後你就不要覺得自己瘋了 對著空氣說 多謝 但是其實我們這個世界 有很多無形的幫手 無論你信不信也好 譬如鬼有人信也不信 這個其實沒有所謂的 但at least 你是多謝回你要的東西 還有你落 那時候落訂單 你有沒有落些 譬如你肚餓 不是你肚痛 如果你想快點好 你通常會怎樣落 你會說 我有沒有知道 我有沒有知道 什麼牌 什麼什麼院 有得吃 其實呢 記住宇宙收訂單 我想你們都聽過 就是說 不要有些否定句子 譬如我現在很肚痛 麻煩宇宙幫我 令到我現在不再肚痛 是不是很多個不字 有很多個不字 他不會聽no 其實 我要現在不肚痛 這個沒用的 反過來 會不會轉個方法去想 就是我要身體健康 我要身心舒暢 即我要一些正面的訂單 簡單正面的訂單 不要繞那麼多圈 人是矛盾體 永遠說的東西都是又長又矛盾 我怎樣去修正我的思維呢 那你說了出來之後 你便留意一下 你是不是在自動導航 自動導航 就是我們的潛意識 即是你媽媽 你爺爺 你媽媽 那個program 或者社會上先生給你的program 或者公司老闆給你的program 這些壓力很大 是不是 你聽見 聽見都想死 你是不是在走這些program 為什麼我們要 我要這個平台 就是告訴你 有些東西是多過他 所以你要留意 你是不是在run這個program 而去慢慢跳出這個program 那好 下一節你就告訴我 接下來怎樣去改善我自己 好 我們稍後回來再說 很快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